好,各位同学,那么我们上节课跟大家聊到过了 如果我们现在想完成一个功能 用我们所学的这样一些基础语法就可以去实现 但是问题在于实现是实现 但是你实现的业务会有很多的缺陷 比如说不容易阅读,不容易管理,不容易维护 也不可能复用 所以说对于我们的一些比较复杂的项目来讲的话 我们是需要有一个组织结构 把这些代码很好的分门别类的整理和管理 好,下面就让我们来看一下 Python提供了哪些机制来帮助我们管理和组织我们的代码 好,那么Python它所提供的最顶级的 注意我强调的是最顶级的一个组织结构 就是这样一个包的概念 好,目前来说我们可以把包简单的理解为一个文件夹 好,然后接着我们再来看第二个成织 Python提供的第二个成织就是模块 如果我们把包理解成文件夹的话 那么模块就是一个一个的文件 这些文件都存在于这个包下面的 我们可以看到我们之前所写的很多这样的一个事例 包括我们第六章第七章里面写的这样的一些 ifl for循环 其实我们都是在写这样的一个模块 但是我记得我之前也给大家强调过了 包括当时去演示PyLink下面的这样的一些错误提示的时候 都给大家说过了 在模块上面直接去写这样的一个代码 并不是一个很好的方式 模块它不是给我们来直接平铺着写这样的一个逻辑代码的 它也是一个Python的管理组织单元 那么在模块下面我们写的最多的应该是什么 我们看一下 应该是类 好,如果要说这个组织结构的话 我认为包裹模块和类这个就是一个非常鲜明的Python的组织结构路线 那么在类的下面还有什么呢 类的下面还有函数和变量 这里大家可以看到我表示函数和变量的时候 并不是用的是这样一个方块 而是有所区别的一个长方形 这个我是想给大家来讲这样的一个道理 什么呢 对于组织结构来说的话 包裹模块类它确实是一个组织结构 但是对于函数和变量来讲的话 我认为它不应该是属于这个组织结构里面的 因为函数和变量是属于类本身的 它是类本身的一个特性 并不是属于这样的一个组织结构 这一点是希望大家能够理解的 打个比方来说 审视线 这个可以说是一个组织结构 对不对 还有哪个市 哪个学校 哪个班级 这些都是组织结构 但是如果你说 哪个班级下面的某位同学 然后他经常做什么事情 他有什么特征 他的年龄 你觉得这个应该算是组织结构吗 这个不算 这个只是类本身的一个特性 我认为理解这一点是比较重要的 这一点也是很多这样一个教程上面 没有讲清楚的 像这样一部组织结构图 是出现在很多的这样一些教程里面的 但是并没有把函数和变量的特征 给大家解释清楚 好 那么此外我要强调的是 在Python里面 一个包下面是可以包含很多个模块的 而一个模块下面也是可以包含多个类的 好 那么我们刚刚说了 在Python里面 这个模块 它的物理的表现 就是我们实际看到的 它就是一个.py文件 那么很多同学 特别是从CSUV和Java转型到Python的同学 通常它的一个认识就是 一个文件只应该写一个类 这个确实是的 Java和CSUV里面都记忆 一个文件下面只有一个类 并且这个类的名称和文件名 最好是相同的 这个是因为像Java和CSUV 它并不会把一个文件理解成一个模块 但是在Python里面 既然你的文件代表的是模块 那么你那就是可以 在一个文件下面去写多个类的 好 那么最后一点我要强调的是 模块下面并不是只能来写这个类 你也可以去写一些函数变量 甚至是你的业务逻辑 事实上来说 我们在第六章里面 很多代码都是直接写到模块下面的 这个是可以的 为什么这么做 这个还是因为我们目前还没有学到这个类的概念 所以说 直接把函数变量写到模块下面 我是不可以 但是不推荐 最好还是用类把这些函数变量组织起来 好 那么我们刚刚说了 包和模块 我们可以简单的理解成文件夹和文件 但是这个并不代表 包和模块 它就是文件夹和文件 只不过我们说的是 它们在物理的表现上面 像是一个文件夹和文件 那么至于包 它还有很多其他的一些特性 那么从这几个开始 我们连着这样的一个组织结构 一个一个的来给大家讲解 好 那么让我们回到我们的VSCode里面 来实际的看一下 到底什么是包 好 我们现在看到 左边资源管理器这里 有两个文件夹 每一个文件夹下面 有很多个文件 那么这里我要说的是 这个就是我们刚刚所说的包和模块 好 从这一点我们可以看到 Python正如我所说的 非常的简单和容易让人理解 它来描述一个包的时候 它就是用我们最熟悉的文件夹 这样的一种组织形式来表示的 但是在其他的一些语言里面 比如说像在Cshop里面 它来表示这样一个包的概念的时候 它会用这样一种DL 这样一种形式来表示 那么一个文件夹肯定比这样一个DL 要更容易让人理解一些 再比如说像Java里面 它是这样一个JAR包的 这些比较专业的术语 都不如我们Python的包这个概念 更容易理解 好 正如我之前所说的 我们现在确实是在我们的包的模块下面 直接在写这样的一些业务代码 这个不是一个很好的形式 但是目前来说我们暂时先这样 那么在后面 我们会在这个模块下面去定义一个一个的这样的一个class 好 这个就是类 好 那么我们这节课就先给大家总体的介绍一下 Python它的这样一个组织管理管理的一个模式 具体的关于包的一些特性 我们放在下节课再给大家介绍 他们创使用一条 一条 在当中的节课 那么我觉得是很关注的 SUS bot